Hello 你好 我是阿貝 今天我們會和大家去鶴咀炮台 講得出了一套 上一條鶴咀片我講過很快就會重遊舊地 帶大家來一次這裡 看看一個很美的歷史遺跡美景 所以剛剛我又在鶴咀炮到9號巴士 來到鶴咀巴士站下車 下車之後和上次一樣 轉過去鶴咀道一直走 大約30分鐘後 就會見到芽菜坑村的信箱位置 到那個位置大家只要一眼觀測 從芽菜坑村信箱走大約30步 就會見到這裡有一條小徑下去 我們就是要跟著這條路下去 記得這條路有點隱蔽 記得不要錯過了 講了那麼久還未告訴大家我們去哪 去的地方就叫做機窗堡 即是鶴咀炮台 現在這條小徑就是會走入叢林 再通往海邊的位置 大家可以見到道路都是比較原始 但也算清晰 圖中也會見到絲帶的指示 這條路最難之處就是屬於最後的那段路了 到尾段大家可以見到很斜的 本來我們向前一點 那裡會見到有條繩子 捉著它下去 所以我們要向前一點那裡 到位置 好久也不能走 坐完車之後還有一個難關 就是跨過這些石崗 才能前面到機窗堡 既經辛苦我們終於到達了機倉堡 這條路真是比我想像中難走 我們用了差不多25至30分鐘才到了這個位置 而且大家剛才有眼看見是很斜很陡峭的一條路 整條路的感覺都是比我想像中難的 大家就要衡量一下自己的能力 究竟可不可以下來了 我們現在就觀賞一下這個美景 鶴咀炮台機窗堡 是駐港英軍為了加強香港到東南部海岸的防守 而於1939年建造的海防炮台 炮台是在二次世界大戰後被廢棄 只有部份建築物保留至今 它更加在2009年被列入為香港二級歷史建築 裡面就是這樣的一個空間 樓底很矮 然後這一邊就堆滿了很多法寶膠 我想應該是垃圾來吧 還有三個當時用來防守進攻用的長方形窗口 在窗口看出去可以看到很漂亮的風景 我現在上去最高柱了 但大家就要小心點 因為石頭也不是很穩固的 所以要小心安全 量力而為 要小心安全 量力而為 好緊張啊 不知道上去要不要拿回來 我現在是最高柱的位置 現在是最高柱的位置 現在是無力的 神科幻威 看看 傳統 神科幻威 5 公文 自己 我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